去用傳統的工具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說半個鐘頭在那裡讓你標記 就很扯 所以文哥那個家裡的鍋具可能要換一下 哈哈哈哈 你這鍋我也有 後來我們才知道 對 好啦我們這邊食材都準備好了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一顆這個 汆燙好的牛腱 我是建議說這個牛腱可以汆燙一下 比較好 比較那個去血水 牛肉的味道比較可以進得去 那我這邊準備只有一個就是醬油 冰糖跟米酒,這三樣味道就可以了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牛包 對,像阿米奇他說 阿沙米 阿沙米啦,好嗎 阿沙米你要冰了嗎 阿沙米 阿沙米啦 我剛剛是要給他稱讚一下 他用這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小的藥包 才不會說滷出來整個都是 喳喳 對,視乎還要挑